别人都是青春期的时候长痘 我好不容易熬到27岁了 咯 我开始今天已经斗鸡了 我这不做技巧的速度 就是谁都快 而且刚刚刚刚开始换季 和脸 就开始红和痒了 这一套跟我一样 诉求的你们可以换上了 玉创木水乳这个系列 是给不分年纪的 你爱出油爱长包的选手准备的 西木园他们家的 每一系列的水乳我都使用过 他们就属于那种 市面上性价比较高 只能往里面放东西的牌子 玉创木的抗豆水乳 是专门做的18岁到28岁这个 又油又米还爱长斗的人群 这里面的每一个品种 小时候我都自我介绍 它是先用这两个东西 去帮你调节你皮肤里的水油平衡 帮你堵塞的这些毛孔 它先给你去顺利开 然后再去用芒果叶提取物 去做一些油脂和氧化 油脂说白了 它就是那个包包的粮仓 这套水乳是属于这个源头 给你去下手 把床都给包包鲜了 不给它留一点机会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这个 玉创木的提取物 它可以说是修护剑打割 酱XX 还有修护你的豆笋 让那种红咯咯啦啦包 快点回去卸货 搭配这几个就是去舒缓 修护你红氧的这种斗鸡品杖 因为像一般主打修护的一些食物 它的质量都比较厚 这对于油包器来说 它是选上加装 它这套的质地 做的还是这种清爽型的 沾不油 然后乳是那种轻盈的果冻一样的质地 保湿力够的同时 它不会糊涟 就让你肤感真的很好 我一般都是水打底 然后中间上一个精华 最后再用乳做收尾 它们就是一前一后 把它更大的给它夹在中间 它既不会太刺激 而且它这个水的渗透技术 又可以把你后续的呼呼品 给你发挥到一个最大值 而且这一套下来 就不耽误你的钱包 可以在这种精华面霜上面 继续发大力 像我一样 就是玩玩呼呼掌包的 真的可以看一看它